Hello大家好,这里是刘白电的,我是装机大手刘白 今天我手里边拿到的这张是全新的显卡 AMD的6750GRE 这是汉逊的三张显卡 它分为了一个所谓的盖版,也就是竞技版 这个是我们拆开,已经全面的测试了 还有一个是白色的,叫做暗黑犬 但是它是一个白色的版本 那能不能叫雪白犬 这张是我们没有拆开的 还有一个他们的旗舰款,红膜 这三张显卡 那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 第一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6750GRE 这个全新的显卡,它的性能到底如何 第二点呢,就是结合这个全新的显卡 给大家出两套双11的配置 同时这个配置里边呢 因为双A组合的A卡领域 做整齐配置,就是固定配置的比较多 很多人都是做这种A卡的配置 固定配置去做起来的 而且销量特别高 配置给大家拉出来的时候 也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正常的这种固定配置 它是怎么样把这个价格压得非常低 去吸引大家去购买的 因为老粉都知道我是做DNA的 所以今天呢,就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就是把这张显卡的性能 给大家完全的测试一下 第二件事呢,就是出两套配置 给大家讲一讲 标准配置里边的套路 首先呢,打开包装 那这张卡呢,还是一如既往的 比较gay啊 也不是算gay吧 反正AMD的显卡呢 一般包装的比较简单 没有金手指的保护套 没有防尘塞 整个显卡打开里边 除了一张显卡 没有任何的配件 简简单单的一个三风扇的设计 大家看一下 6750GE 这个最盖板的 它是8加6项的供电 然后那个白色的和汉逊的红膜 全部都是采用了8加8的供电 这个大家知晓一下 别搞错了 显卡本身呢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测试用的平台 处理器选用的是7500F 目前AMD 卖的比较好的 千元价位道的一块处理器 搭配的主板呢 是微星的A620M-E 内存呢 搭配的是光微天色二代 6000频率C30时序的32G套条 那这两条内存条的 我认为是当下性价比最高的 两条内存条了 然后固态呢 给大家选择的是1TB的版本 智态的PC005 标准的PCAE3.0的旗舰速度的固态 那自然呢 显卡呢 就是这一张 汉逊的竞技版6750GRE 同时竞品我们选择的 就是4060 4060T 6750XT 和6650XT 这四张显卡 去对比这张全新的显卡 多的参数 跑分了这些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我们直接上游戏 游戏呢 分为1080P和2K 两个分辨率 全部拉满最高画质 选择了几个游戏 这几个游戏呢 我好像都不是都会玩 但是我让我们的装机员和调试员 他们在分别去打这几款游戏 最后得到的一个帧数 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这个表格做起来还是蛮麻烦的 我们以6750为单位百分比 看一下我们最终测试出来的数据 有了数据的之后呢 我们可以完完全全下判断出来 这张卡相对于N卡的4060Pi 只低了那么一奶奶 性能有个大致了解之后呢 我们得了解一下价格 首先呢 把这三张显卡 它的详细的一些参数 给大家列举出来 方便一些 最重要的是供电参数 和显卡大小的参数 不要买了个机箱 回去发现装不上 这三个参数 给大家报出来的时候 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每一个它是多少钱 那这个竞技版的 作为它的盖板 现在的价格 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200 这张白色的显卡 三风扇的话 现在的成本价格在2300 至于这张红魔的话 我们只是拿过来 让拍视频的 回头我再退掉 因为4060Ti这个级别 很少有人去买猛琴 这种卡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 它是旗舰卡 这种卡旗舰卡卖的 也比较少 不会像很多人一样 买一个4080非要买猛琴 这个卡的销量 就会比较低一点 加上价格之后 我们可以得出来结论 这张卡呢 就是以4060的价格 做到了4060Ti的水准 目前的2000出点头的 价格区间 我认为它是没有对手的 最后呢 就是给大家整理出来 两套配置 一套的就是我们最普通的 7500F加上 6750GRE竞技版 这样的一个组合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终的价格是来到了 5474 那里边的配置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做固定配置的 他想要做这样的配置的话 他最终的价格 会给你核算多少 他会给你出一个标题 我们是4999 或者4899怎么样 就会显得很吸引人 但是老板应该都知道 刘白不做标准配置 我们做的是DIY配置 所有的配件 是根据大家的喜好 就进行搭配的 不是说我定下来的时候 大家就不能更换 看一下我们的第一套配置 第一套配置呢 除了一句不用说了 1030的成本 现在全世界散片 都是差不多 就是在这个成本的价格区间 然后正常售卖的话 如果是 你像PCC 某宝 他这些店的话 就是在150016 一个处理器 这种硬通销品 挣个10块20块钱 这很正常的 主板呢 这个普通版呢 给大家选择的是 微星的A620M-E 也是我们的测试主板 这块主板呢 有ARGB的供电 有支持WiFi6E 同时呢 这块主板的散热 还是可以的 搭配这一块 处理器呢 供电也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价格便宜 散热呢 给大家选择的是一个 卷王产品追风者的 伯乐S4 它是一个全黑五光的 各方面的质感 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价格目前也是 比较给力 五六十块钱 完全能够压得出 这块处理器 内存和固态呢 稍微的级别会高一点 因为以前 做标准配置的时候 它可以弄一个 16G单根的固态 因为这个16G乘二的内存 和单根16G的内存 成本价直接差300块钱 有些16G的单根的话 它没有套条的话 它还会更嫌异 固态选择方便 给大家选择的是一个 读取3500 写入2900 国货之光的 智态PC005 1TB的版本 那这个时候 如果换一个差一点的固态 换成512的版本 甚至有的人 就是为了便宜而便宜 换成256的版本 那它直接 再降个100多块钱 将近200块钱 是没有问题的 电源选择方面的 给大家选择了一个全汉 同盘650W的电源 再差进的电源 就不给大家推荐了 这块电源 我们卖的还是比较多的 售后返袖率比较少 质量的是比较稳定的 全汉毕竟有它的口碑在 整体加下来的话 我们核算到我们的服务费 就是显卡我们要 折合到4个点的服务费 然后其他的配置 除了显卡之外 我们要折到6个点的服务费 平均一下 我们的服务费 也就是占这台机器 总价的5个点左右 目前这台机器的服务费 是在282 也就是说这5000多的东西 我是要拿走你282的毛利的 剩下就是我们要给你 备货装机 调试价 整机在3年收后 整体的价格来到了5474 那怎么样做到4999呢 内存砍300 固态砍个150 那就是4999了 再给你换一个再差近一点的电源 再便宜一个几十块钱 小百十块钱 4999 他照样不少挣你钱 那就是这个标准固态里边 他容易出的这种小套路 让你看到第一眼感觉 哦他很划算 实际上有很多人也就是这样的 他根本不会去看配置里边 他只看到处理器是7500F 他看到了显卡是6750GRE OK 那你卖的5元贵 就是你就是搭建商 他里边的配置他也看不懂 而且我给大家说 这个750F 原来我们有一个客服 老是喜欢搭一块硬态的主板 平均每10台机器要坏8台 在装机的过程中各种不兼容 就是兼容了 发回去再返回来 我勒励我们的客服 以后我们再盖 不要地狱玉三家 然后呢 玉三家里边的技嘉 我们是不做推荐的 所以我们只有两个品牌的主板 可以选 一台机器挣200多块钱 你发回去了 客户出问题了 发回来 我们再调试调试 再给他发回去 两趟的油费 我们分逼不挣 搞着玩意干什么 还有就是说单16G的内申条 还固态非常低的那种 非常盖的盖的 不能再盖的配置 我没有人会去买 反正从我个人的了解来说 已经四五千的价位了 四九九九和五千四百七十四 我们已经花了四五千的成本了 我们再买一个差距离点的配置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相信这种配置 应该没有人就直接买吧 那反正不知道 我做DIY配置 这么多年都是做DIY配置 很少碰这种固定配置 大家说一下自己的见解 那第二套配置呢 就是针对这个白色的显卡 做了一个升级 因为我们就算是五千块钱的电脑 我们想装的好看一点 也没有问题嘛 这台电脑是我的粉丝 徐万达徐先生的 一台13490F 加上4060Ti的 纯白海景房的搭配 它这个机箱都四五百块钱 那这个机器整机造价呢 在八千三百多块钱 整体的性能呢 跟这个性能是不相上下的 但是它的造价比较贵啊 因为N卡还是在生产力啊 还有其他的这个软件优化上 有它一定的优势嘛 那台机器的显卡呢 它是没有装上 我们是准备发货的 刚好借这个机会嘛 给它上一下电视 今天周六 马上给它安排发走 要不然明天周日休息 就给它搞不成了 那这台机器 这么简单的 给大家上一下电视啊 希望徐先生也不要 包含一下 包含一下 接下来就是一套 纯白的配置 搭配出来的 首先白色的显卡 我们不用说了 主板呢 给大家换成了 华硕的A620M AU 这块主板呢 它的颜值还是蛮高的 散热盔甲 做得非常漂亮 虽然不那么豪华 但是不能撑到个盖板 白色的覆盖装甲 搭配白色的整机 是非常好看的 散热 既然我们要装一个海景房 我们就直接选择 一个240的水冷 给大家选择 是亚军的A3S1 240白色一体式水冷 这个水冷才200块钱 上一个白色的塔式散热器 差不多也要八九十块钱嘛 然后这给你带个冷排 装到这个海景房机箱里边 还是蛮好看的 CPU的功耗不高呢 这个水冷的寿命会更差 内存呢 刚好就不用换了 还是光维天测 它本身就是一个白色的装甲 装到这个机箱里边 纯白搭配更好看 电源呢 由黑色换成了白色 但是白色呢 会稍贵一点 机箱呢 给大家选择了 雇佣者迷你 是目前最便宜的海景房机箱 装出来的效果 板材各方面 还算是可以对得起它的价位 无力柱的版本 整体装出来非常的通透 固态呢 没有给大家换 既然是海景房呢 我们风扇肯定要拉满嘛 这个机箱呢 我们顶部呢 水冷上有两把风扇 然后侧面装两把 进风的风扇 底部装两把 进风的风扇 全部开成反应风扇 足好一个风道呢 这台电脑装出来的颜值 是非常好的 同时给大家加了一个 留白定制的灯光极限器 为什么要加这个灯光极限器呢 因为我们的风扇比较多 灯珠比较复杂 有很多人就是 自己回家装机 装完机之后 开机的时候 发现它风扇的灯光调不了 或者说一半暗 一半亮 因为灯珠串的太多了 会导致一个什么原因呢 你的主板上的 三针五幅供电不足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会频闪呢 加一个留白定制的灯光极限器 如果你们是自己装机的话 你可以随便买一个控制盒 就是ARGB的控制盒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定制极限器呢 是跟控制盒的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做成了线材 更方便我们走线 额外加了一个SAT供电 那这样的话 整台机器的装出来的效果 是直接好很多了 相比于前普通版的 我们加了一个 颜值的海景房 价格也没有贵多少钱 贵几百块钱 可能有很多的 这个性价比警察啊 他觉得这样 肯定是搭配是肯定不妥的 为什么 因为它不符合性价比的标注 为什么要多花这几百块钱 实际上性价比是什么 这几百块钱算钱不算钱 我觉得它也很算钱 但是有很多人的想法是 我既然花五六千 买了一台电脑 我为什么不要给它 装的好看一点 平时我只能装到这个华硕的创世神 我装到华硕RG全家桶的时候 我这样的电脑才配运用颜值 也可能是我每次做的都是DIY配置 我不做成型的配置 不做这种极致性价比的配置 我了解的比较少 我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看法 反正呢 是普通版和颜值管 都给大家讲到了 双十一活动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礼品 就是我们最近 华硕微星送过来的礼品 这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一个水杯吧 这是饮水机上用的水杯吗 好大 很硬 这是微星的 打游戏选微星 还有华硕ROG的水杯 ROG的水杯显得就小气一点了 不过这个水杯 我用的就是这个水杯 我觉得这个水杯还是 蛮实用的 是一个运动水壶 这个水壶质量也是蛮好的 最关键它有败家之眼 有的有这个败家之眼 就觉得它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还有什么小小小礼品呢 就这种 华硕ROG的这个小扇子 这个礼品都可以 到时候你们下单的时候 直接可以找咖啡药 小玩偶 反正后续会陆陆续续的 送来更多的礼品 我们双十一的活动 正在火热的进行中 有需要的 现在的行情是 这些小卡都没有问题 但是4070Ti 及以上都受4090的影响 不同幅度的在涨价 着急要用电脑的 马上下手 不着急的话 在等着 也无所谓 今天就给大家聊这么多